小倩 嫁给我吧 啊 你说什么呢 我说 嫁给我 好吗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孙朗 来 我问问 试试发招了 哎呀 小倩 别问这么多了 咱们重逢之后 我还从来没有正式问过你这个问题的 那我现在问你 你答应吗 我 孙朗 我 我配不上你 好了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答案了 对不起啊 孙朗 我要结婚了 啊 结婚 怎么这么突然呀 也不算很突然吧 只是最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 他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踏实 恭喜你啊 孙朗 正替你开心 那 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是一个温柔善良 最重要的是 他理解我 支持我 他是那种 无论我是开心还是难过 都会陪在我身边的人 他愿意与我分享 所有的喜怒哀乐 理解我每一个细节 包容我所有的不完美 他会在我不开心的时候跟我说 没事 人生除了生死 其他一切都是小事 但是我 但是我生命中 执子之手 于自泄老的那个人 他会用他的温柔和理解 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无论 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会在我身旁 陪着我 默默地支持我 他在我迷茫的时候 他会对我说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 在我开心的时候 他会笑着对我说 他说此情可待 成追忆 最重要的是 他会用一生的时间 去珍惜我 把我视为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存在 孙乐 听你这么说 他真的很好 我祝福你 那 那你们什么时候 准备结婚呢 只要他答应 我们随时都会结婚 因为我已经确认了 他就是我想要 共度余生的那个人 那 那我到时候一定来准时 参加你的婚礼 如果说你有什么 需要我帮忙的 你一定要告诉我 还有 你要结婚了 我住在这里也不方便 我会尽快搬出去的 谢谢你 小倩 其实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你说 只要我能做得到的 你 你可以陪我去试婚纱吗 我吗 嗯 因为你的身材 跟他差不多 我想让你陪我 一起去试一试 到时候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当然可以是吗 我非常愿意帮你这个忙 而且我也很期待 你们在婚礼上的样子 小倩 你怎么哭了 没有 我没事 我就是 看着你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替你开心 谢谢你啊 有你在我就放心多了 嗯 没关系 能帮上你的忙 我也很高兴 那我们走吧 小倩 就是这儿了 我们进去吧 好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 你好 我们想试几件婚纱 给我威风机一个惊喜 她的身材跟这位小姐差不多 带我们看一下吧 好的 那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吧 嗯 好 也有为你去的我 我愿意 我也可以 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 嗯 就在一起 看世界是 孙乐 这里每一件婚纱 都好漂亮呀 你说 她会喜欢哪一件 孙倩 你挑就可以了 你选择的 她一定会喜欢哪 我相信你的眼光 可是 我觉得每一件 都好看 你说 这一件她会喜欢吗 嗯 这件真美了 那就这件吧 好不好 就这一件 这件吗 对 那我等会 帮你拖下来 去看看一下 好 小倩 那你去试一下这件吧 嗯 可是这么漂亮的婚纱 我会不会给人家弄坏了呀 没事的 不会弄坏的 老板 你带她去试一件吧 我和你最天生一对 哇 小倩 你穿这件真漂亮 她一定会喜欢的 可是 我总感觉少点什么 哦 对了 我带你去化个妆 哇 小倩 你穿着婚纱真好看啊 哎 终于看到你穿婚纱的样子了 小倩 你跟我来 我有东西要给你 小倩 这玫瑰花送给你 我永远把护你 这是送给我的吗 是的呀 就是为了感谢你来陪我试婚纱 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谢谢你啊 孙乐 可是 玫瑰花不应该是送给你喜欢的人吗 你送给我 不太合适吧 合适啊 小倩 我把玫瑰花送给你 因为 因为你就是我喜欢的人啊 你说什么呀 孙乐 小倩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 我一直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心意 直到今天看上你穿上婚纱 我才真正意识到 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重要的人 我一直以为我们只是朋友 但每当你笑的时候 我的心都会为你跳动 每当你难过的时候 我多希望自己能为你分担一切啊 小倩 孙乐 我 小倩 小倩 我希望这束玫瑰花能传达我的心意 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 让我用余生去珍惜你 孙乐 我配不上你 我离过婚 我还带着两个孩子 小倩 小倩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过去的经历 不会改变你在我心中的位置的 你一直都是我心中最特别的人 无论我们 曾经有多少的误会和错过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未来 你的过去不重要 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共同拥有未来啊 可是孙乐 我真的配不上你 我离过婚 我带着两个孩子 我不能这么自私 别人会骂我的 我不介意的 我不介意小倩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 怎么看我 选择喜欢你 追求你 是我自己的事啊 别人怎么会骂你的 我喜欢你 是喜欢你的全部啊 小倩 就让你愿意 我们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 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好吗 小倩 不管有多大的阻力 我都是不会放弃的 小倩 来 让大家看看咱们有没有副心象 你的手 之间传来你的温柔 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 谁知道会有多少仇 多少仇